小小星球有四个很要好的朋友 某一天他们在看故事 却被一所预言神奇的魔力给吸进了故事书里 为了回到原本的世界 他们化身为勇者一行人 要找到回家的方法 好痛啊 远方传来一阵痛苦的喊叫声 咦 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 有 我听到了 我们一起去看看发生什么事吧 众人走到目的地 看见一只乌鸦 乌鸦的会牢牢地卡在一个水瓶里面 乌鸦 你怎么了 你没看到吗 我的嘴卡在瓶子里面了 他在说什么啊 有没有人听得懂呢 我觉得他说的应该是 你没看到吗 我的嘴卡在瓶子里面了 对对对 我想喝水 我想喝水 我听懂了 他想喝水 那我来帮你吧 起冲冲冲 一手抓住乌鸦 另一只手抓住水瓶 用力把乌鸦的嘴往水瓶里塞 好痛啊 滚住手 啊 抱歉抱歉 那换个方向 起冲冲一手抓住乌鸦 另一只手抓住水瓶 用力把乌鸦的嘴从水瓶里拔了出来 得救了 谢谢你 乌鸦 其实你不用这么累啊 让我教你 你把石头丢进水瓶里看看 乌鸦听从笑笑心的话 从旁边叼了几颗小石头 丢进水瓶里面 乌鸦你看 这样水位就变高了 哇 我可以喝到水了 这方法真聪明 谢谢你们 解决问题的勇者们 得到了回家用的笑笑能量 真是可喜可贺 可喜可贺 哎呦 好痛啊 是谁打到我的头 花圈圈 花圈圈 聪明的人想想办法 解决偷偷偷的问题 懂懂呢 懂懂呢 聪明的人想想办法 解决偷偷偷的问题 想想办法 哦哦哎哦 想想办法 哦哦哎哦 想想办法哦哦哎哦 想想办法哦哦哎哎哦